库默在信中写道 已经审阅过MTA的重组计划 并称该计划对解决地铁内游民数量不断增多等问题十分重要 不过库默也在信中指出 MTA的企划中并没有指明项目的完成日期或绩效衡量标准 库默敦促项目能在两年之内完成 库默表示 纽约人已经为通勤系统的维护投入数十亿美元 MTA应该加快脚步 MTA近期提出重组计划 希望以此来削减体制官僚化 提高列车准点率等问题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